下面呢我们开始正式的上课 我们的这门课的名称叫做军事运筹学 我们首先从这个形词来开始讲起 大家知道在这里头呢 它是作为一个偏正短语式的结构来存在的 所谓学是它的一个核心词汇 而运筹讲明了这门科学的一个 第一范围 而军事则讲明了运筹学它使用的领域 也就是说在军事领域使用上的运筹学 那么大家知道 运筹学这是属于一门舶来的学科 我们大家知道 我们现代社会的学科体系 基本都是从西方开始发展的 中国虽然是一个拥有着 五千年悠久文明历史的古国 但坦白讲 我们中国在理工科 现代科学技术方面的这种积累 还是比较差劲的 所以说这就使得我们中国 现在的科学技术体系 基本都是从西方原封不动的 搬到中国来的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现在我们大家学习的 基本的各种实用工科 基本都是起源于西方 而运筹学同样也不例外 这门科学 其实在我们的现代科学当中 它是一门非常年轻的科学 那么这里呢 就涉及到我们首先要讲的 第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军事运筹学的概述问题 那么我们来看 第一个问题 军事运筹学的概念 军事运筹学我讲了 从表面含义上理解 它就是运筹学在军事领域上的应用 所以说我们研究军事运筹学的由来 就首先要研究运筹学的由来 运筹学啊 它是一门非常年轻的科学 大概兴取于西方的一战 到现在呢 也不过刚刚百年的历史 那么由于它是西方引进的一门科学 所以说它本身来说在英语词汇上 并不与我们的运筹学这个名称 进行直接对应 那么一般来说 西方呢 在对这个学科进行启名的时候 如果是英国 它命名为Operational Research 美国命名为Operations Research 那么大家知道 Operation是什么意思 操作 还有呢 解剖 手术 还有什么 作业 结构 等等 都是这个Operation 那么Research是什么意思 研究 很简单 所以说如果这个名词 我们从表面进行翻译的话 它应该叫做工程研究 作业研究 结构研究 操作研究 等等等等 这种学科 那么我们说这门学科的引入呢 它在中国来说是比较晚了 是在中国建国以后 有我们中国的一些老一辈的数学家 你比如像华洛庚同志 钱三强同志 以及这个钱学森统治 等等的提倡和建议之下 他用西方把这门学科给引进来的 那么当时他刚刚引进中国的时候 这门学科呢 就是简单的叫做作业研究 但是咱们大家注意啊 中国人 我们研究科学技术落后了 但是中国在文学艺术方面 那可的确是不次于世界的 我们这方面的发展还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当时这个学科引入到中国以后 一看这名叫做作业研究 这名叫做多么意思 多白 多粗俗啊 咱们就要给它起个好点的名称 于是咱们的这些文字学者 一加工一润色 再门学科立刻有了一个光彩琢磨的名字 运筹学 你看这名题的 运筹学 就这么一个好名字 骗进多少学生来选我的课了 是不是 所以说在这种课 咱们大家可以看到 一个好名字真的很重要啊 其实大家你别乐 你想想 你上大学报专业的时候 忙不忙 有的时候往往就是看看 这名字挺好 这专业挺新鲜的 就精彩了 干啥呢 不知道 你比如说我就听说有人说 选食品工程 为啥呢 那肯定天天吃好吃的 是不是 有点可乐 但是其实我跟大家说 真就是有这种笑话发声 所以说当时我们说 这个名字起的应该说是非常不得了的 那么咱们大家注意 运筹 这其实是一个咱们中国独有的词汇 它在西方呢 并没有严格接近的这种等同的英语词汇 所以说运筹作为一个中国的古汉语词汇 它其实表达的含义呢 只能说与原意有所类似 但是呢并不能完全等同 那么我们下面就来考察一下 运筹这个词在咱们中国古代汉语当中 最早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 大家知道 我们一旦提到运筹一个词 基本来说想到的一句话就是什么 运筹帷幄之中绝胜于千里之外 这话谁说的 刘邦 那么既然是刘邦说的 大家也自然而然就能想到了 这个话最早出在于中国的什么典型 就是中国的第一部纪传题史书 什么史记 史记当中汉高祖本记当中 曾经记载了这么一个事情 说刘邦定顶天下 当成了皇帝之后 有一天他大焰群臣的 当成皇帝了吗 高兴啊 请大家喝酒 结果大家就喝酒 喝得非常高兴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一个个喝得都比较嗨 比较高兴 就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刘邦啊 突然就是发了一个猛想 他就开始问底下这帮人一个问题 他问啥问题呢 他说 底下你们这帮臣子跟我说点实话 你说我为什么能当皇帝呢 有的时候他为什么发这种疑问 因为大家知道 刘邦这个人出身可不怎么提 他是个什么人出身 刘邦出身 当初他来乡去的时候 那真就是一个老了不亲 舅舅不爱的不 一天到晚 游手好闲 斗鸡走狗 连他割嫂子都割进他 他一天到晚 他在家蹭吃蹭喝的 后来大家知道 抢锅的那个事吗 所以说在这种犹豪家 我们说 刘邦谁看得起他呀 后来北回 因为他找了个好老丈人 也就是找了个好媳妇 吕志 其实吕志也是他骗到手的 纯粹耍流氓手段 给骗到手的 那么在这种犹豪家 在他老丈人的这种志愿之下 他终于在乱世之中 拉起了一支队伍 他当时拉起队伍的时候 刘邦自己也没寻思 能打到天下 他的意思 我就是整这么一个 我们说刘邦他自己 也没想到自己能够做天下 他一开始的理想就是 自己能做个诸侯 做个大官 吃喝乌忧 整天吃喝玩乐 这就可以了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风云忌讳之下 竟然把他推到了前台 尤其是打倒的那个对手 更加令人不可服议 大家知道 那个时候当时 中国推崇的 那是谁是当时的一把手 谁啊 项羽 那很明显 那项羽是一般人吗 力拔身袭 气盖是 是不是 那当时有霸王之勇 万福不党之勇 曾经率5000军队 打倒了刘邦 20万大军 我们说就这么一个英雄的人 当时全家认为 那他肯定是老大 那我们说就没有想到的是 刘邦竟然把他打败了 回首往西 刘邦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我竟然能打败项主 怎么回事呢 所以这纪念都特高了 就问底下这帮大臣 你什么说 我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 那么大家一看 这个时候底下大臣一看 这拍马溜须的机会来了 是不是 你看这皇帝高兴 夸皇帝两句 这还在那说 皇帝你是天命所忠 想当初斩白蛇而起 那证明你有真龙之相 白蛇其实就意味着腐朽的 这个秦朝 你天上什么星宿下方 你把它斩了 你就证明你这个皇命所忠 等等 当然也有大臣比较客观 说了 项羽其实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君主 他是一个合格的将领 但是此人博恩寡义 从来不对于底下进行后施后掌 所以说在这种时候 导致他失败于天下 等到嘎嘎嘎嘎 大声都说完了以后 刘邦非常高兴 夸我嘛 于是到这会儿说 能不能说的都不全面 最后我还得再补充两劲 大家注意 领导就得这么说话 领导就得这么说话 你看那各个开会肯定都是这样 一开始说话 那保准都不是大官 等到那个小领导说完了 最后大领导说了 前面的从智发言都很全面 下面呢 我再补充两句 给你们拔高一下 那这才显得我高无见领 总结概括 我才是领导 对不对 所以说这刘邦说了 那我也给你们概括一下吧 我为什么能够取得天下呢 其实啊 我不怎么的 但是我就有一点好处 我会用人 付运筹帷幄之中 决顺千里之外 不如子房 子房是谁啊 张良大家知道 就那个男生女相 长得跟个大姑姑娘似的 那个人物 这个人本来是个韩国的贵宫 那么我们说 由于被秦始皇给灭了韩国 加坡人亡 那么当时张良立志报仇 勃朗杀次始皇 没想到叫秦始皇 拿着很多相同的车辆 给破了 那么张良后来怎么样呢 就开始逃跑 逃跑路过一座桥的时候 发现老头得桥上座 老头一看他 啪把鞋扔桥底下去了 给我捡鞋去 当时张良一看 你捡吧 尊老挨幼 捡回来了 一捡回来 啪又给扔了 连捡了三次 这老头一看 如此可调远 明显你到这来吧 然后当时结果第二天 神当中的给他三本书 叫做黄石宫三略 那么我们说 由此张良成为了一代大军师 那么从此以后 他在这个 刘邦首帝 可以说为刘邦 出尽了很多 两谋 那么我们说 这也是为刘邦奠定天下 起到了很大作用 运筹帷幄之中 维吾指的是什么 在古代的帅杖 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的毛氏 他不用离开帅杖 在帅杖里头指点谋略 就可以在千里之外取得胜利 这是张良的估计 那么再往下 郑国家 富百姓以溃想不决良道 乌不如萧和 萧和是谁啊 大家知道 那是当时刘邦 自小的发小 俩人自小一块长大的 那关系 简直铁子都不能再写了 那么我们说萧和有这么一个本事 是什么呢 后勤补给运输搞得好 大家这古代打仗 后勤是非常重要的 不是古代 现代打仗 后勤也重要的 所谓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你这军队再厉害 我饿你三天不管饭 大家知道他也没法打仗 是不是 所以说萧和最大能的 就是在粮草投作方面 非常有能力 而且我跟大家说 刘邦跟萧和的关系 那真不是一般的关系 大家也知道 刘邦这个人不文寡义 当上皇帝以后 大杀功臣 跟他起家那些人 基本都让他带光了 但是唯独有两个 跟他起义的人 善终了 而且是活到他 死以后 而且后来官还越当越大 只有两个 一个就是谁 萧和 因为刘邦从来不怀疑萧和 那跟我真是自小的铁哥们 绝对不带烦我的 再有一个知道是谁吗 谁 谁 张良 陈平 对 张良是主动辞官了 当时刘邦刚拿去天下 还没能怎么封呢 张良自己就辞官 去当道士去了 所以说张良也是善终了 但是他没有一直当官了 对不对 所以说是陈平 陈平大家实际自己去了解 我不给大家多讲了 那么下面还有第三个人 连百万之军战必胜 功不取 无辱不如韩信 韩信是谁 大家就不用多说了 这个人可真是一个帅牌 打仗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 尤其此人最了不起的一点 他一辈子都在以洛盛盛 大家你想想 韩信一辈子打胜仗 这不新鲜 古往今来多少将领都做到 一辈子打胜仗 但是这些将领有一个特点 他们一般都是以强胜弱 这没什么新鲜的 但是韩信一辈子都在以弱小的力量 攻打强大的敌人 打出一场场神来之彼 那简直就令人赞叹 你比如说背水一战 当时的手底就几万乌合之重 竟然就是通过小弟打败了赵国几十万大军 后来传起一封书庆 并齐国七十二层 可以说这些金者在现在来看 都是令人瞠目结舌的 所以说韩信这个人打仗的才能 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古往今来能够像他一样 一辈子军事生涯 以弱小力量能够打败强大敌人的 可以说他堪称空前绝后 不信大家你想 古往今来 古今中外 还有哪个军事家能够做到像他这样 一辈子都在以弱圣墙 这种事迹 还直到我们现在才出现了另一个人 也能做到这一段 一辈子都在以弱圣墙 谁啊 毛泽东 毛泽东也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说这就是古往今来这俩人物 但是韩信的执政生涯 坦白讲还是比不上毛泽东的 毛泽东打仗打了多少年呢 韩信才打了多少年呢 对不对 那么我们说这就是这三个人 刘邦承认 这仨人我都不如 这仨人我比不上他们 但是我能够用这仨人 我就厉害了 所以说我就能够取得天下了 刘邦这个人你别说 还是比较有一种客观精神的 他知道我只是一个会用人 其他我什么也不是 那么在这句话当中 是咱们中国古代最早出现 运筹一词的一个概念 那么咱们大家你注意啊 运筹到底什么意思呢 从表面来看 运筹一词 从汉字结构法来说 这叫一个什么结构 动兵对吧 运用筹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里首先就出现一个问题了 筹是什么东西呢 运大家知道那就是使用的意思了 而筹这个东西是古代的一种计算工具 大家来看 这个就是所谓的算筹 算筹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大家知道算筹其实就是一种计算工具而已 我们中国古代 一般来说是以什么作为计算工具的 算盘 对吧 但是大家知道 算盘其实出现的时代是很晚的 在中国什么时候才开始出现算盘呢 元末名初 对 在那个时候中国才开始出现算盘的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我们在这里 算盘其实是一种很古老的工具 而不是很年轻的工具 那么在元朝以前的时候 当时我们中国采用什么作为一种计算工具呢 其实就是这个所谓的算筹 大家你看 这个算筹分长筹和短筹 其中长筹叫做经筹 短筹叫做尾筹 那么这个经尾筹上标有各种数字和符号 代表各种各样的计算关系 那个时候一般来说算数 就是拿这些东西进行比了 毕竟摆 然后算得最后的一个结果 就是人体的一种辅助工具 有些说那老师您给我摆摆了 这玩意怎么算 我不会 他妈讲不会 这玩意 这玩意我也没专门研究过 反正就知道拿这个小竹柜来那块摆 而且我跟大家说 摆这个东西的运算量是相当大了 咱们现在一个普通的四则混合运算 你要是拿算筹摆的话 没半个点摆不出答案来 摆不出答案了 有些说那就拿脑袋算 没有那么好的计算能力 没有那么好的计算能力 所以说在这里头我跟大家说 在那个时候 这个算筹就是一种唯一的计算工具 它是这种计算工具 效率非常之低 大家都知道 中国在南北朝时候 有一个著名的大数学家 谁呀 祖冲值 祖冲值的工具是什么 算出圆周率π了 3.141596 对吧 这是圆周率后几位 小数点后 七位 对吧 大家知道 这七位小数点 如果够我们现在计算机的话 不值一提 普通的计算机一往后跑 你就不知道跑多少位了 对吧 那么我们说 为什么那时候说 它这个工具了不起 大家注意 祖冲值就是拿算筹 把这个数摆出来的 你知道它费了多大劲呢 就这么大一个屋子 我就跟大家是不夸张的说 满地查这些签子 就查各种算筹 就这么查查查 它查了三年 才查出什么数了 所以说在这儿 我跟大家说 这个算筹算起来 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么我们说 这种运筹 也就作为这种表征 那么有的可能说了 这个算筹 没接触过 其实大家也不是没接触过 如果大家你平常 关注的一些什么 所谓的影视剧 可能在影视剧当中 就会看到所谓算筹的影子 知道是什么电视剧吗 《时代游戏传》 都知道是吧 这白头的是谁知道吗 鹰姑 我们大家注意 鹰姑在元术当中 有个外号 谁知道 神算子 它的兵器是什么 对 就是铁算筹 那么我们大家注意 在元术当中描写 是描写说 郭敬黄荣在铁掌帮受伤以后 那么当时逃到了黑龙潭 那么我们说 近期以后 当时他们看到那个场景 是什么样的呢 就说一个白头发的一个女的 满地上 正在那插竹签子 在那块算了 那么我们说 我看了各个版本的 这个《时代游戏传》 包括八三版的 九四版的 还有那个 蓬蓬版的 利亚蓬的那个版本 包括这个版的 我发现还真就这个版 好点 为啥呢 没有出现算盘 尽管出现了 它没用 往别的那个版本的 竟然是铁箍都在那打算盘的 算数 令我非常的 非常的难受 是吧 所以说在这儿里头 我们说 在这里大家你可以看到 它那一个一个签子 那个就是什么呢 所谓的算筹 那么我们说 铁箍就是以这个东西 作为兵器的 那么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所谓的算筹 在古代作为一种计算工具 来用的 当然 随着此后算盘的出现 尤其是我们近代 各种各样的电子计算工具 像计算机 计算器 出现了 这种算筹 基本也就由于 它的历史作用的消失 而被淘汰了 当然 算筹并没有被完全淘汰 我们说算筹的计算功能 已经没有了 但是算筹这种东西的 技术功能 被比较保留了下来 目前来说 我们在现代生活当中 应用到的这种技术的工具 也就是算筹的后身 其实还是存在的 这就是什么 什么 你想想 啥玩意想着玩意 啥玩意想着玩意 想不出来吗 大家你想 现在咱们技术 拿那个东西 技术的 想不出来吗 笔 笔是写字的 跟算筹有什么关系 什么 什么 不知道啊 这都想不出来吗 这个东西吧 没玩过 没玩过正常 被玩 被玩 打过麻将呢 麻将不就有带这种 丑马孩子吗 对不对 咱们风天过几 当然不能赌博 打尾声麻将 搓搓手指都行 那么咱们大家知道 这其实不就是一种 技术工具吗 对不对 上面那个小塑料片 上面带着 写着各种各样的数字 作为一种信号的表证 所以说我们说 现在的这个筹码 它其实就是古代算筹 一种压缩 只不过把一根棍 给它压缩成一个小毛片而已 那么我们说 所谓运筹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它其实就是在这块进行表证 也就是你心里要经过运算 把一个筹码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或者是压在一个最重要的位置 这样的话呢 就能起到最后产生的利益 所以说运筹说白了 这个词表称就是 利用一种数学的思维 来达到一种最后的效果 所以说咱们中国人 起这个词还是非常贴切的 把运筹学的核心 就给表达出来了 讲完了运筹一词的来历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 到底什么叫做运筹学呢 运筹学 这门科学 到底有讲的是什么东西呢 它没跟大家讲 目前世界还没有形成一个定论 为什么 运筹学的发展时间实在太短了 一战到现在 大家知道刚刚一百年的时间 所以说现在全世界 对于运筹学到底研究什么 运筹学要起什么功能 还有很多的争议 如果大家你可以去看的话 在世界各国的运筹学会当中 几乎美国都有自己相应的成为定义 甚至会出现各个运筹学专家 对于运筹学的认识 也不是很同意的现象 大家如果感兴趣 你可以到咱们的图书馆去借运筹学的书 我当时为了背着课 咱们图书馆的运筹学 我基本上看了 每一本运筹学上的书的定义 基本都不一样 当然啊 内容大同小异 但是总有细微的侧重点的不同 那么下面呢 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几个运筹学定义 大家来看一看 运筹学在这个定义当中 到底反映出来它的什么的特点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定义 这个定义呢 是美国著名的运筹学家 莫斯和金本做出的 金本这个人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他被称之为是美国运筹学之父 也是在美国最早把运筹学 作为一种学科体系建立起来的 这么一个了不起的数学家 那么莫斯和金本在他们的运筹学 教程艺术当中 对运筹学借了如此的定义 他说 为决策机构在对其控制下的业务活动 进行决策时 提供以数量化为基础的 科学方法 这个被称之为是运筹学 那么咱们大家注意 在莫斯和金本的这个运筹学定义当中 他讲明了我们运筹学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数量化 什么叫做数量化呢 我们说运筹学是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 在实际工程问题当中 有的时候我们很难做一个物体 做出最优判断 为什么做不出来呢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的比较标准 是非常模糊的 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现在他俩 他俩 我问大家 他俩谁好 他俩谁好 你比如说现在咱们就要评个三好学生 我就想在他俩中间挑一个了 那我问你 他俩谁好 大家知道这种问法本身就很成问题 他俩谁好 这玩意你分怎么看 对不对 一个人是很复杂的 他有很多方面的设计 就这么一说他俩谁好 那谁知道谁好 对不对 那分看他俩怎么比 对不对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说这就是由于这种标准的不明确 让我们产生一种判断的困难 但是现在问题就在这 我们必须要选出一个三好学生 对吧 那么我们还不能采取随机的方式 到时候你俩抓鸡肉 非抓就是谁的 那很明显太不严肃了 我们还要服众 服众怎么办 这个事情就要数量化 我不认为 你还可以 我 那我 感谢观看